同學們好,我們想知道這個土壩 這個土壩如果知道說上油面的水位高度是4米 我也可以從表面觀測出來說 下油面的水位高度是3米的話 請問中間的水位高度 這溫泰滲流的情況之下 溫泰已經達到一種穩定狀態下 叫溫泰了 在穩定狀態之下 請問中間的霸體中間的部分 它的滲流水位高度會是多少 這樣的一個問題當作一個應用例題 讓大家試著了解看看 這個是我之前算過的水位高度變化的結果 我來解釋一下不要怎麼算它 各位同學,我們在觀念影片有去解釋說 如果同學們看了觀念影片就有這樣的概念 如果今天是研究自由含水層 這個比較像自由含水層的那種情況 雖然霸裡面,這是土霸 雖然土霸裡面,它有可能會放了很多結水牆 這水不會讓它這麼順利的往下游流動 因為好不容易儲存的水 當然要儘量儲存在上油面 所以它會放了很多結水牆 不只霸體本身有結水牆 霸的底下也會有結水牆 真是不考慮結水牆的效應 結水牆不管它 這也可以當作是最大的每日滲流損失量 也可以算得出來 我們算看看它的中間點位 中間這一點位的水位高度是多少 我的坐標系統 是從上油面對應下來的這個地方 當作坐標原點 所以上油面4公尺 也相當於什麼呢 也相當於說 這個h在x等於0的地方 它是4米高 下油面是離開6米的地方 所以離開6米之後 下油面的水位高度是3米 這當作它的上下油面的水位高度 也就是邊界條件 我在數學模式裡面 需要一些適當的邊界條件給它 柯如雪我們在觀禮影片有提到說 自由和水層它的控制方程式 如果有考慮到降雨的影響的話 柯如雪如果上面還有降雨滲流產生的影響的話 它的廣義的寫法是這個 就是先寫兩度空間的變化 因為同學看下觀禮影片 可以看到這個寫法 就是這個v對x兩次偏微分 v是什麼呢 v的話是水頭的平方 我講的是自由含水層 v的話是水頭的平方 加上v對y兩次偏微分 然後等於什麼呢 等於負的k分之二 r的話是補助量 就是相當於降雨量的概念 如果有降雨 那下個魚 下個魚會滲流進來 魚會提供內部的水 假設現在我們沒有去考慮降雨的影響的話 如果不考慮降雨的影響 那我就可以把r當作是0 這個r就是補助量 是單位時間、單位面積的補助量 如果這種單位時間、單位面積的補助量 不考慮的話 r就是0 k的話是勝後係數 如果不考慮補助的影響的話 如果不考慮補助的影響的話 r就是0 這部分同學要看一下管理影片 上面這個公司的由來 我在管理影片有說明 這部分是0 折 我們的r就是0 補助 就是單位時間、單位面積的那個 降雨量是不存在的 將來降X 右邊就是0 折 寫固好了 固 上面這個方程式就可以表達成 這個水頭的平方對X兩次偏為分 加上水頭的平方 V就是水頭的平方 加上水頭的平方對Y兩次偏為分等於0 好 這是兩度空間的情形 兩度空間的情況 然後我們這個巴勒聖鈕 可以用一度空間來描述它 好 在我的問題裡面 我現在是有點回顧我們那個管理影片的內容 好 根據我們的回顧了 現在我們是討論 討論1D 討論1D 討論1D的問題 這個是兩度空間的情況下的想法 我們現在只討論1D的話 折 我們的這個叫控制方程式 折 控制方程式可表為 好 表示成什麼樣子呢 表示成 V對X兩次偏為分等於0 而且我寫成超為分的符號了 因為只有一個變數在影響它 只有一個字變數在影響它 所以不用寫偏為分了 好 那 這是 什麼類型的問題呢 科學這個是跟我們以前在談 左邊是硬變數一次為分 右半邊是自變數相關的函數型態 是這個類型有關 老師你兩次偏分 這是一次偏分 沒錯 那你可以想像 我把一次偏分的 就V對X一次偏分 當作G函數 那就是G對X偏分 相當於這邊Y對X偏分 右邊的解法是直接積分法 左邊當然也是直接積分法 第一次積分的時候 會抵消掉一次偏分 然後我們不聽積分的關係 所以要加上個積分常數給它 0的積分值是0 左半邊變成V對X偏微分 右半邊就是一個積分常數C萬 下一步呢 再對它做第二次的積分 第二次積分它的話 這積分常數 我們慢慢寫可以 慢慢寫 V對X偏微分 現在藉著對X的積分抵消掉它 希望也要積分 然後不聽積分的關係 再加個積分常數C度給它 所以現在的話就是V等於C1X加上C2 我再把V換回H平方 換回這個水頭的平方 水頭的平方就是C1X加上C2 然後帶入我們剛剛討論的邊界條件 左側它的邊界條件是X帶0 然後H帶4 帶入邊界條件 Boundary Condition 有兩個Boundary Condition 一個是左側 左側的話是X等於0的地方 左側的水頭是4米高 那就是判到H的時候帶4 4的平方 判到X的時候帶0 C1乘上0加上C2 所以路入學從這裡就可以知道C2等於16 然後再帶另外一個Boundary Condition 另外一個邊界條件 就是在6米 X等於6米的地方 它的水位高度是3米高 在X等於6的地方 H的話是3 然後就是這個 這個 噴到H的時候寫3 然後3要取平方 H要取平方 所以3要取平方 然後噴到X的時候要寫6 所以6倍的C碗 再加上C2 C2的話是16 好 33得9 9-16 所以應該是-9 9-16-7 9-16-7 在公數 在公數那邊 把這個類型的答案稱作通解 剛剛算出C1 C2之後 那個叫特解 0-9-16 9-16-7 9-16-7 9-16-7 好 對 就那樣的關係是 好 同學們參考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